盯着电脑专心打字 无关肺炎疫情期间 不少公司要求员工在家办公 不过Apple与Google等科技企业员工 却碰上了不少麻烦 就是因为公司有严格的内部保密机制 苹果软体开发人员指出 在家办公没办法存取工作所需的核心内部系统 也没有清晰的指南 说明什么工作 能在离开公司后继续进行 虽然外媒报导指出 Apple跟Google等公司 因应疫情有稍微放宽相关政策 不过要全面推行再加上班 似乎有一定困难 在疫情延烧的非常时期 三星Sony Google Twitter等不少公司 陆续推行在家办公 不过这种上班模式 可并不适用于所有产业 新唐人亚的电视赵天玉 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